我们今天的课程继续接着前天的讲 前天我们讲到那个 现在我们已经把咱们的这个 九宫格布局已经实现了 对吧 咱们的这个框架已经初步了 有个大概的样子了 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把咱们的这个 Slead Menu这个滑动空架 滑动台湾空架给做出来 因为我们这里边能够看到 所有的这个 把咱们的界面团形给打开 我们所有的这个 模块里边有很多操作都是通过咱们的这个 滑动菜单完成的 对吧 所以我们今天就把咱们的这个 也属于框架基础的一部分的这个滑动菜单的工装给完成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 这个 主要是这么几步 首先我们这个菜单要做一个菜里边的这个菜单像呢 要有一个简单的封装 就是叫item 其实咱们这个菜单 咱们看基本上就 等同于一个 有点像一个list of view 这种节目吧 对吧 咱们这里边的 某一项菜单 就是它的这个 一个item 对吧 所以说 咱们这里边也有item这个节目 然后下一步呢 就是封装咱们这个 slidden manual view 这个容器 对不对 你有了这个item 你得有这个容器 你得把它放进去 对吧 里边呢 何要封装这么几个方法 这个购的函数就先不说了 比如说你一个菜单空间 里边的这些个什么 打开关闭这些方法 你肯定都要封装好吧 对不对 包括像这个 这个是开关 对吧 就控制点一下打开 点一下关闭 对吧 呃 添加可能你要有吧 对不对 添加它的子项 包括这个绑定list 对吧 arraylist的这种数据源 另外一个 它要有点击事件啊 这些你也要有 对吧 这些都要给封装进去 然后再有一步是什么呢 再有一步就是 因为咱们这个菜单 在很多的模块里边 绝大部分模块里边都有这个菜单 对吧 所以说为了方便它的操作呢 这个时候就 为我们的activity from 框架这个 就又起作用了 要把这个菜单的操作 进行一个 这叫二次封装 就是说更进一步的 简化它的这个操作 把它封装在咱们的这个 activity from里边 你封装到这里边之后 你所有只要继承 这个activity from的 这个类 是不是直接很方便的 就能调用了 你在这里边封装好一个 封装好一个 比如说就像这个 create a slid menu 这个方法 把你要创建的菜单像什么 这些一传 踩进去 它自动就帮你把菜单给创建好 对吧 所以说这个 比如说生成菜单 这个为什么要封装到 这个activity from里边 为什么不封装到 这个activity base里边 还记不记得咱们先前讲了 这个activity base 封装什么 或者是框架里边封装什么 activity base里边封装 是跟业务逻辑无关的 完全无关的对不对 你忘了咱们 咱们在这里边封装了 这个open activity 对不对 是不是跟业务逻辑完全无关呢 对不对 但是咱们这个菜单就不一样了 你有可能你在这一个项目里边 你用的是这种菜单 你下一个项目里边 可能用了就是 安卓自带的菜单了 对不对 所以说你这个东西 它又 所以说你这个菜单 这个封装呢 它因为跟这个业务逻辑 有联系 但是在你的这个项目里边 又频繁的使用到 所以它应该算到你框架的一部分 你这个 你这次这个项目程序框架的一部分 所以把它封装到activity form里边就比较好 activity base里边封装的东西 下次你还可以接着复用 这个activity form里边的东西 你只在你本项目里边复用 对吧 就是根本一个意思 所以咱们可以看到 咱们的步骤就是这么几项 首先是atom 然后是will容器 然后在activity form里边再进行封装 好吧 今天咱们就把这个东西 一步一步的把它封装起来 首先从咱们的这个 呃 布局开始 咱们这布局现在只填充了 只填充了 这个是只是现在这个样式 对吧 因为咱们在点了这个 点了这个 菜单之后 它会 滑动到上面 对吧 然后下面这个 是一个list view这种形式显示出来 所以说咱们继续把这个布局给完善起来 怎么完善 它这下面就要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list view 对不对 所以说 咱们在这里边先放一个这个线性布局 因为你是通过这个布局的展开 或者是关闭来控制你这个菜单里边的这个 这个像显示还是不显示 咱们这次把它打出来 现在先用一个这个线性布局 然后这个呢 我就直接把它复制过来就开 这个呢 我们都把它定义为这个 填封 然后它这个位置要定一下 对吧 应该是在它的下面 对吧 咱们这个布局的名称叫什么 还没有起ID是吧 要起一个ID的 没有前的地方 我们是没办法放到它这个下来 按照咱们的秘密约定 还是LAY开头 叫bottom bath 然后这个布局那咱们把这个ID直接给它复制下来 然后在它这个下转 是吧 这个东西也要有ID的 要不然咱们怎么动态的控制它这个 它这个布局的大小的打开和关闭呢 是吧 要把它定义为ID 同样的是LAY开头 这个名字叫bottom 然后这个 这个线性布局就建议的控装战 然后里边呢 就是一个list view 然后这个list view肯定又要有一个ID 因为你要动态的给它加载这个数据 然后LV 这个就叫什么呢 叫咱们的这边 就叫此理的 此理的例子 是LID 然后 然后 然后这里边呢 要说明一下咱们因为 呃 还是看这个之前做好的一个程序吧 咱们这里边都是有这个 点击之后 它的大小或者风格对吧 咱们把这个风格呢 就封装到那个 因为很多的这个list里边就要用 你可以看到 呃 比如像咱们这个人员管理 像这种背景之类的 咱们 在list view里边 很多地方都要调用 你就不要一个一个的就是自己单独敲了 你把它封装成一个这个风格 这个 就这个 样式 对吧 风格样式 然后把它封装到这里边 你在其他的地方 然后再进行一个引用 这样的话 你一旦发生了 比如说 这个背景颜色 他说可能你的什么颜色不太好看 现在想 想修改一下 你改一个地方 其他地方就全改 对不对 所以说 当你看到某一个样式在很多的这个空件里边 都要使用的时候 你就不要在每一个样式 你在那Ctrl C Ctrl V的去 去考了 知道吧 呃 你就要把它封装成一个这个 这样的 我们现在新建一个 嗯 我看是考一个还是新建一个 直接考一个吧 这个就不手敲 这里边应该 还有其他的一些风格 但是用不着的呢 咱们不行 就先给它 先给它撑掉 然后只留 先暂时只留这两个算 这个就叫 List View Scale 这样 咱们还用这种 带前缀的这个方式 把它用前缀弄出来 这样你引用的时候就好引用了 然后咱们看一下这里边定义哪几个 一个是高宽 对吧 另外一个 这个是什么 还记不记得了 讲的时候 有印象没有 这个是指它这个线 它的这个角格 对 List View的分隔线 对不对 咱们定义的是这个 这种样式 对吧 它自带的不太好看 咱们用了一个图片 对吧 然后这个是它的这个开始Color 这个为什么要定义呢 还记不记得 有没有演示过这个 不定义这个会是 对 因为它这个背景随着它滚的 它结果背景就比如说一片黑 或者什么 跟着它滚 所以我们这个也直接定义到这里 这样的话 你所有List View 都引用这一个 你的风格不就同一了吗 对不对 另外一个呢 咱们这里边 应该是还是少定义了一些东西 这样 我们不行就先定义成这样 回头可以再慢慢的完善 然后这个已经有了 我们引用这个样式呢 风格样式 还切到这里 那是这个 今天是就是这个 这个自动机 就好了 然后把它保存一下 这样的话咱们这个布局 这个布局基本上算是给它完成成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下一个要怎么做了 继续完善咱们呢 这时候咱们做到空间这个了 是不是再建一个空间的包了 然后这个空间叫 叫Ctrl 然后首先封装咱们的这个 item 这个item如果是你自己往里边想了 你想想这个item里边你要封装什么东西 你根据它这个你能想象出来的吗 然后封装什么东西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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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还不是这个直接映射的空件 这个Atom应该直接映射一个对象 你Atom 你Atom要有这个Atom ID吧 对不对 然后你这里边有这个标题 要有这个Title吧 对不对 这应该是两项最基本的吧 其实这个空件 如果封的全的话 你比如说这个空件里边 如果某些选项 在之前的话 我是还封装了有高亮啊 什么这些属性 只不过在这里边没用到 你如果有 有些文字要高亮显示 用于就是 比如说显示一个红色 或者什么颜色 高亮显示 用于提示用户 或者什么 你这种自己能想到属性 都要封装进去吧 对吧 比如说是否高亮 还有什么呢 你比如说这个新建菜 这个新建人员这菜单 因为咱们现在 从这个文字上面 一眼就能看出来什么意思 对不对 对于有一些 不太容易看出来意思的这个菜单 你有可能会在下面 加一个小的文字描述 更详细的描述 这个功能 对不对 比如说 比如说有个菜单 叫导出表格 这时候你 你是不是就需要 又有一个地方 放这个菜单的描述了 你在item里边 就应该有这一项 能够存这个吧 对吧 所以说 这个item是什么意思的 它有点 类似于一个实体类 实体类这个概念 两件 就是对你这个 要使用的这个实际对象 一个封装的映射 对吧 咱们这个item 就封装哪两项 现在 封装一个id 封装一个title 如果 以后咱们要 像我刚才说的 又有什么描述 是否高亮显示 这种属性的话 都可以往这个里边 添加 对吧 这时候咱们把它给封装一下 我们这个s我又用多 又不小心不能 大写面小写 这个类名是大写 包名是小写 有时候老是要搞混 一时还没转过来 这个习惯 那么就叫 把一个卖牛爱情 是吧 实体类这个概念 可能你现在还不能 完全太了解 是吧 以后做到 以后做到数据库内的话 你就 就 更 这个印象就更深了 说白了 这个实体类 就是要把 把你要操作的对象 如果你那种 明反的对象 你不可能都用什么 Stream Int 这种 繁一堆参数 去表示 对不对 所以说你把它封装一下 整成这么一个对象的话 整成一个类的话 就看起来 比较容易理解的多 你知道吧 好 咱们继续 还是这个工作 等到做到数据库 那一节的时候 咱们会更 更深了 这个 刚才这样 我也 这个我也不敲了 这个 内容 很简单 我就把它得 直接 复制过来 你看我这里边 就 属性比较全 只不过是我 没用这么多 所以说 咱们这次 先暂时 先封装这么多 尽量简单一点 不让它太复杂 然后按照咱们的 这个约定 是不是这样 属性都是M 对吧 然后一个ID 一个title 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咱们可以 让它通过这里边 让它自动生成 get set的方法 对吧 我的这个成就 还记不记得是在 哪儿啊 哦 要选中一下 对吧 是不是一打勾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 得要稍微改一下 所以说 它这个有点不智能 你看M 它也给带了 然后这个参数 怎么弄了 咱们还都加T吧 对吧 这些都给它删掉 M 这个变成T 这个位置 在弄 啊 啊 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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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